好了 今天我们回到马可福音 那我们也从上一周我们会看到呢 耶稣选了十二个门徒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今天的经文 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经文呢 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 那就是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有几个地方都谈到了耶稣的亲属 以及你母亲和你弟兄这些词 那我们也会看到在最后结尾的时候呢 他说凡遵行神旨意的人 就是我的弟兄和弟兄姊妹姐妹和母亲了 所以我想这段的经文也是比较难解的 因为怎么讲呢 就是在我们的价值观当中呢 会产生冲突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冲突当中 我们怎么样去理解 所以用今天我们就借着圣经的这段的经文 来帮助我们去了解很重要的真理 那么实际上呢 我们作为中国人 作为华人 我们在美国生活 我们实际上的话呢 也是面临着同样的一个类似的处境 那么是什么样的处境呢 我们实际上是处在两种世界观 或者是说两种伦理观的 这样的一个交战当中 那么的话呢 我想基督教伦理学 或者圣经伦理学呢 它想是给到我们 如何地上真实的生活 那么是基于圣经的教导 那么的话呢 圣经的神学 或者圣经的叙事呢 就是整个伦理学的框架 那么如果我们的伦理 是建基在圣经的教导当中的 那么我们相信 我们的生命 我们就所呈现出来的 那就是和圣心意的 那么的话呢 神也借着祂的话语 来引导我们 去更新改变 并且让我们的生命 越来越像 我们的主 所要我们所行的 这样一个模样 好了 我想今天的话呢 既然讲到 耶稣的亲属 耶稣的家人 那么的话呢 我就从 两种不同的伦理的构建 来给大家来切入今天的经文 好 那我想的话呢 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家庭 可是这种家庭的话呢 在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环境当中呢 请大家留意啊 就是特别是我们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的时候呢 我们会特别的看重 要孝敬父母 对吧 那么的话 从中国儒家 从中国传统的哲学来看的时候 请大家看第一点啊 这是一套 我们国内的 我们的伦理观 也是我们的世界观的构建 简称 我们经常会在一些讲座当中呢 我们会提到 叫做修齐治平 很多听众们不知道 什么叫修齐治平 那么的话呢 这就是在我们的传统儒家思想当中呢 它叫做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相 那么简称就是修齐治平 这是现在的说法 那么我们是把整个的 就是儒家的这个思想 把它进行一个高度抽象和概括来表达 那么的话 请大家留意啊 在这里面的话呢 它也谈到家的概念 这个家的概念的话呢 它是从自身的修养道德开始建造起 然后的话呢 齐家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要好好的把自己的家搞好 然后的话呢 家族 然后这就是我们第二个 第三步的话呢 才是到了这个治国 只将这治国呢 也包括就是小范围的这个社群 包括就是由皇帝所在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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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朝的国 那么最后的话呢 我们会我们会看到 他会展现出一个天朝大国 当他的威严这个遮蔽四方的时候 直接到了平天相 所以修齐治平呢 是我们的一种理想 也是我们整个就是华人的 就是伦理构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 在这个修齐治平的基础之上的话呢 我们构建起了人伦的观念 那也就是君君臣臣夫妇之子 好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就把整个的中国传统的文化的伦理 给它构建起来 所以这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呢 它是把家和这个国 它放在了一个类比的这个里面 一个家就像一个国 一个国就像一个家一样 那么的话呢 有家长还有孩童 所以的话呢 我们到现在为止 我们都会我们都还在来再讲 就是我们会说 比方说这个弯弯回归吧 那就是这种大国的思想的流露 就是我们把整个国家 是当成一个大的家庭 然后的话呢 所有的这个下面 都当成是你的孩子 所以这种的观念的话呢 一直到如今呢 仍然生硬中国人的脑海当中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种伦理构建的话呢 它就会产生 就是对我们整个思维 我们的行为 包括我们的外交 包括我们的与人的交往 整个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在圣经今天的经文当中的话呢 它就会给我们提出一个极大的挑战 那么这个挑战呢 是耶稣说的 他说 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弟兄 那么我们会从经文的这个里面 我们会流露到 我们会感受到很强烈的一种震撼 也就是 这是对于中国的基督徒 我们在读到那经文的时候的话呢 这是在革命啊 这是在对我们的家庭的观念 进行一个颠覆性的革命 耶稣竟然回答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弟兄 而他的母亲和他的弟兄 就在外面找你 你看看 在这样的一种冲击当中的时候 我相信这段经文 对于当时的听众来讲 当时来去追寻耶稣的那些众人来讲 我相信是极为正堪 所以我想的话呢 我们在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当中呢 它的另外一套的伦理的构建是什么呢 它实际上是以神为中心的伦理的构建 那么前面的话呢 第一个的话呢 是以人和家为核心的伦理的构建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 请大家看旧约 我选择的是弥加书六章八节 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他说呢 世人啊 耶和华也指示你何为善 他这里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 好联名 存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 那么基督教的伦理一观是什么呢 它很简单 神在圣经的启示当中 他给我们构建起了一套完整的世界观 创造 人堕落 神的审判 然后的话 神的救赎 神的恢复 我们简单的可以从四个阶段也好 或者是五个阶段也好 我们都能够看到 上帝是借着圣经来告诉我们 世界是怎么来的 人怎么来的 人的光景如何 将来会怎么样 以及神的公义良善 整个的这个教导贯穿了圣经的始终 好 那么的话呢 我们的伦理的构建设是在哪里呢 实际上是靠着完全个人的道德 以及用治 用治理自己小家的这样一个的经验 然后把它放大到国家和天下 所以这里面的话呢 就会跟基督教的这个神的世界观呢 产生一个极大的对撞 那么这个对撞根源就在哪里 我们为什么会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 他会讲到救赎的重要 救赎的前提是 世人都犯了最亏缺的神的恶复 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以神为中心 也就是说 这个公义的标准不是在人的手里面 而是在于圣经的启示 所以的话呢 当我们说修其置评的时候 实际上的话呢 我们是按照我们人的标准 来去治理家庭 按照我们是一个道德的人 来去行事为人 那么这个前提的话呢 是人之初信本善 所以说本身我们这个信仰 如果弟兄姊妹们 如果你在这个世上活得很舒服的话 那我就只能说 我们还需要除尽传福音 因为我们的信仰整个 它是对于我们传统的伦理和道德 它是一个颠覆 以神为中心和以人为中心 这是两套完全不同的 伦理 世界观和价值观 所以我想今天也借着这段的经文 它会引导我们 怎么样去回应 和更新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好 那谁是我的家人 我在英文当中的话 他讲到就是 这是一个 中文的标题是一个问句 但在英文当中的话呢 我就直接很清楚地讲 耶稣真正的家人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那么经文实际上 已经给了我们答案 这个答案就是 遵行神旨意的人 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 所以的话呢 这里面就给我们很清楚 就告诉我们答案 这个答案就是 以神为中心的伦理 以神为中心的 我们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才是真正的耶稣的家人 好 那这里面的话 请大家留意啊 就是他先强调 它是纵向的关系 也就是神跟人的关系 然后再来强调平行的人与人的关系 如果没有纵向的人与神的关系 就不可能有健康的 正常的人与人的关系 好 那么在今天的读文当中呢 虽然我们读起来的话呢 还是有一些的比较复杂 但是的话呢 我们可以从两个段落 简单的讲 两个段落 从两个段落 它有两个主题 我们可以试着看 第一个的话 二十节到三十节 这一段的经文 它想是给我们讲到 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 也就是基督教价值观 伦理观 它讲到罪和设定 那么的话 在福音里面 在耶稣基督里信他的 他并不是癫狂了 而是他真实的 他讲述了一个真理的时候 世人听了之后 觉得他的疯癫 但实际上的话呢 真正疯癫的是世人 不理解 耶稣所要真正传讲的信息 所以的话 在福音里面有赦免 同时我们也会在 第二十到第三十节 这段的这个部分当中 他也特别的讲到鬼王 然后的话呢 讲到了就是 亵渎圣灵 用不得赦免 这也就是 各位看到 在福音里面有赦免 在亵渎圣灵的 这样的一个行动当中 有永远的刑法 是永远的罪 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 二十到三十节 那么我们请大家留意 我在分这个福音段落的时候的话呢 实际上要按照耶稣 他通常是 请大家看经文的时候 他通常他是有一个 停止的片段 比方说今天的第一节 二十节 耶稣进了一个屋子 众人又聚集 这也代表着 耶稣在马可福音当中呢 他是 扶持一段 停一段 扶持一段 停一段 然后的话 我们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能够找到 他分的段落 那么在第一个部分的时候 赦免和永行 那么在第二个段落的时候 他是回应了 你如何的 真的能够 有真正的赦免 也就是回答了一个问题 也就是耶稣真正的家人 第三十一到第三十五节的经文 好 那我们可以从 整个的这二十到三十五节的经文当中呢 他常是有一很重要的 这个段落性的主题 也就是 耶稣来 他常是教导 更新 和对我们的价值观 进行极为冲击的挑战 所以的话呢 耶稣的使命 就这样用马卡福音第一章 开始就给你们所讲到的 耶稣来到加利利 宣传神的福音 天国尽了 你们要悔改 好 那么的话呢 他实际上是 因着 他所传递的这个福音的信息 他带出一个 在他恩典当中的救赎 以至于这一批救赎的人 这个群体 成为神永生国土的家人 好 那么这个家人的话 他也谈到就是在之后还会讲到 耶稣是神的儿子 所以我们也会从另外的经文 我们可以了解到 当我们说 耶稣是我们的救主的时候 也意味着 我们与耶稣同为上帝的儿女 好 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 段落的分配的方式 来理解今天这段经文 也就是他教导的结构 因为前面的话呢 我给大家是分享到的是主题的结构 这个教导的结构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耶稣 他很有意思 他实际上是跟人接触 在这个过程当中先来先看 就是第二十到第二十一节呢 这个部分呢 是讲到耶稣和他的亲属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第三十一到三十五节的话呢 也有什么 三十一节是这么说的 耶稣的母亲和弟兄 站来站在外边 打发人去叫他 你看到没有 好 这两个部分一头一尾 这两个部分的话呢 都是讲到了耶稣和他的家人 好 那么我们会看到呢 就是这两个部分呢 耶稣是怎么切入他的真理的教导的呢 第一个部分 耶稣是家人 耶稣的家人 关心耶稣 是耶稣没有回应 耶稣正在服侍 忙到连饭都顾不上吃 好 三十一到三十五节呢 是耶稣回应了家人关心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回答了一个问题 遵行神旨意的人 才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 好 那么这是一个完整的 就是教导的结构 中间是什么呢 中间实际上也就是 在服依里面的救赎 和在泄露圣灵里面永远的刑罚 那么在中间这个部分 就是二十二到三十节 这部分的经文 是用了一个比喻 所以这个比喻呢 就给我们把这前后两段的 家人和耶稣之间的关系 把它串联起来 所以这种教导性的结构的话呢 也是耶稣他惯常用的 他先是在前面二十一 二十节这两个背 这个背景的这两节经文当中呢 他才是糊涂了一个气氛 这个气氛呢 会引到中间的张力 然后最后的话呢 耶稣呢 会回应和解决这个张力 给我们答案 所以我想圣经在读的时候 这也就是圣经的作者 圣灵启示马可 让他写下这样一个宝贵的经文 可以帮助我们 我们如何的去学习逻辑和词辩 好 我们来看 这三段经文 第一 二十一 二十到二十一节 那么的话呢 是耶稣家人的关系 我们先来看 再来看第二节 就是来自文史的线 二十二到三十三十节 我第一个本写错了 是二十到二十一节 最后三十一到三十五节 是耶稣国度的家人 那么这是整个 今天的这个经文 是分成三个部分 好 我们来看 耶稣进了一个屋子 众人又聚集 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 耶稣的清水听见 就出来要拉住他 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 好 那么他癫狂了的话呢 就是英文 我把它写出来 就是 He is out of his mind 他没有说 He is crazy 如果大家对于 加州的牧者叫 Francis Chan 就是陈恩潘 他写的一本书 叫做 《癫狂的爱》 就是 Crazy Love 可能有的经理们 可能会知道 对 那这本书 也翻译成中文了 那么的话 他把它翻成是 《癫狂的爱》 《疯狂的爱》 那么在经文当中的话 他说是 他癫狂了 说耶稣癫狂了 是 不在 就是耶稣不是在 他自己的那个 正常的状态下 或者是 不是在一个正常的人的状态下 Out of mind 好 我们来看这个部分 我们来 我们怎么去理解 这部分的经文呢 他有一个前提 就是之前 上一周 宇臣所分享到的呢 他是耶稣赶鬼 他的服侍 治病 然后接下来 设立使徒 对吧 设立十二个门徒 好 把十二个门徒的名字呢 写在了 第三章的 三到第十九节 十九节的时候 还有说 还有卖 耶稣的家略人 犹大 那么圣经在写下这段 这节经文的时候的话呢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 你们有没有留意 在每一段的 福音的信息的这个里面 他都隐含了 将来耶稣 上师的家 救赎的影子 所以你看看 卖耶稣的家略人犹大 在十二门徒里面 写了最后一个 然后接下来 再到今天 耶稣进了一个屋子 然后的话 他的服侍的时候 连饭都顾不得吃 所以我们整个在过程 在这个阅读经文的 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总是会有后面的 我们讲到 悬疑的记号 放在后面来去解决 好 既然 卖耶稣的家略人犹大 是门徒 那么我们也会看到 耶稣的爱 耶稣的救赎 实际上是临到了 所有的罪人 但是 卖耶稣的家略人犹大 就像今天的经文一样的 就是 凡谢罗圣人的 却不得赦免 犹大 没有去悔改 反而 他愧疚 他自杀 所以我想在这个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也会给我们 今天的这个经文呢 也有一个很好的 我们讲到 就是逻辑的连接 好 那耶稣家人的关心 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来看 在耶稣家人的关心 这个里面 我们就会留意到呢 就是有几方面的人 第一个耶稣 第二个呢 是 众人 从二十节的经文中 众人 然后接下来的话 第二十一节 是耶稣的亲属 好 这个亲属的话呢 实际上是包括了两个部分 就是第一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他的血缘的亲属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 在经文当中 他并没有具体的讲 这个亲属还包括什么人 但是我自己会认为 就是 二十一节当中 可能 血缘的亲属是全部 但是的话呢 基于前面十三到第十九节 十二门徒的选招呢 那我也相信 就是这个亲属 也会有一个 扩大化的亲属 也就是 凡尊行神 使义的人 这是我的弟兄姐妹 和母亲 好 不管怎么样 我们会看到 在这个过程当中 亲属也好 或者是门徒也好 和众人也好 他们就都有一个连接点 这个连接点 是在于耶稣 好 但我们来看 众人是怎么样的人 众人呢 有几种 类型的众人 第一种的话呢 就是寻求的人 也就是我们在之前 就是阿克福音的记载的时候 耶稣他做了几年时钟 第一个 宣传神国的福音 第二个 他也怜悯 医治 医病 医治他们的疾病 第三个 还赶鬼 那么在今天当中 也会讲到 就是那个赶鬼的时候 这个赶鬼 神有很深的属灵的含义 那到底是什么 好 我们会看到有寻求的人 是寻求医治的人 寻求赶鬼的人 寻求我们讲到 有祝福 有能够吃饱饭的人 同时的话 我们也会看到 在前面的经文当中 还有抵挡耶稣的人 我们也会从 在第三章 第六节 法利塞人 和西里党的人 他们这两个派别 这两个群体的人 他们本身是政敌 他们本身是随后不相容的 可是 这随后不相容的两个群体 竟然一同商议 怎样除灭耶稣 所以这是第二种 敌党的人 他第三种的话 说实话 是绝大部分的重人 也就是稀里糊涂的 迷失的人 所以而这个部分的话 反而是耶稣他重点 所要去教导 去传递 好 那么这种关心的话 我们会看到 耶稣家人 亲属的关心 正是因为看到 重人的聚集 让耶稣在服侍 这个过程当中 非常的繁忙 连范都顾不暂时 所以我们会从 耶稣和他家人之间的 关系的这个里面 我们能够看到这种 亲密的 彼此 真的是能够 吃到对方的需要 展现出 他们这种真正的关系 然后的话 除了这个以外 家人也特别的在乎 耶稣的名声 所以在第二十一节的时候 就出来要拉住他 拉着干什么呢 哎呀 那帮人来去寻求你 来去聚集 有人是真的寻求你 有的是抵挡你 有的是迷失的人 但是的话 其中有些人说 你癫狂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相信是 抵挡的人 可能不理解的人 才说耶稣癫狂 好 然后在这个 耶稣家人的关心当中 他表达出一种 愤恨 表达出一种不满 也表达出 耶稣的事工 到底值不值得 耶稣用这么大的力气 甚至连饭都不吃 还去服侍他们 所以我想这里会提醒我们 我们有的时候会看果效 有的时候我们会看人的反应 来决定我们的爱心 是不是继续地去给出 那人的有限的话 跟神的无限 跟神的爱的区别 就展现在这个地方 当我们说耶稣的爱 是endless 或者是faithful 或者是我们讲的是圣爱的时候 那人的爱 说实话 跟耶稣的爱 这比起来是极为的有限 当我们所爱的对象 他的回应 对于我们来讲 是很舒服的时候 我们的爱 得到了很好的 正面的回应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能会 继续地爱下去 所以的话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碰到另外一种 就是我爱你 可是我的爱 就像踢到铁板上 被弹劳那个时候 反而我的爱 得到的是伤害的时候 可能我就不再爱它 那我记得 就是在我们 整个就是我们的 婚姻的过程当中 包括我们 同工的关系当中 包括我们与我们的 上级 在工作当中的 上级的领导 跟他相处的时候 我们接受批评的时候 请问我们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答案是否定的 所以在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 亲属也是一样 它是站在人的伦理观的角度 来去回应批评 来去回应 跟狂的起则 所以我想这也是提醒我们 家人的关心 也是我们人的关心 也会有同样 可是耶稣 他的回应是什么 仍然是去服事 仍然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用智慧去回应 对他的攻击和挑战 所以我想 耶稣的重点和人 和亲属的重点 是不一样的 耶稣的重点 是重建人与神的 正确的关系 所以他的爱 是展现出上帝超越的爱 而这是人的爱 所没有办法给出的 所以耶稣 在这样的一个教导当中 他展现出两种 让世人能够看到 两种爱的时候 我们自己自然 就会有一个 很正确的评价 好 但是的话 我们也会留意到呢 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 耶稣的癫狂 也表明了另外一个问题 也就是 耶稣 在前面我昨天读到的经文 宣传神的福音 神的福音 日清满了神的福音 进了领帮回来 信福音 他是把福音的使命 放在他整个生命当中 最优先的地位 所以的话呢 他不会理解 他不会顾 不会顾众人们 说对他的癫狂的职责 所以的话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看到 耶稣的重点 是放在宣传神的福音 一并拯救人 把人从撒饭的掌权当中 救出来 而亲属 他们的爱 是关心一个人 所以 神的爱是关心整个群体 整个国度 而人的关心 是放在哪里 我的家人 我的血缘的亲属 我先把我的血缘的亲属 先顾好 为什么呢 他正在被人说 癫狂 我们就赶快要把他拉住 要让他泄缓 要让他冷静一下 要让他真实能够 从这样的一个繁忙的 好像没有很好 果效的服势当中 给他填一下 所以我想这里面 要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 除了爱 神的爱和人的爱 不一样以外 我们也会看到 神的使命和人的使命 之间 这两者之间完全不同 这就回到前面 我给大家所分享到的 两种不同伦理的构建 那我们始终是把我们的重点 是放在我们的家里 然后才是国 才是天下 可是基督教的价值观 但是反过来 耶稣是先让我们看到神的国 然后再看到家 然后再看到个人 所以这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思维的模式 就是我们现在东西方文明的中度 好 我们来看什么是天狗 那么我们在今天的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我也会特别的去思想一件事情 当陈恩潘写 《分红的爱》 Crazy Love的时候 我也在想 就是如果我们对于福音的使命 没有一种的热情 或者是说教会的传道人 或者是牧群 我们没有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彰显出一种特别的 那种的 passion 那种情感 那么的话呢 我想我们还没有被福音的真理 所真正的触目 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回应的时候 我们有一种的点框 所以我也在思想 就是在圣经 特别是在旧约当中 请大家去看看 特别是在旧约当中的先知学 这些先知门 我发现他们每一个人 都特别的passion 有这种passion 我们可以讲到就是在 约拿 我只是 大家都非常熟悉 约拿 约拿的性情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 他可以跟上帝叫来 你看见没有 神让你往哪里走 他往东走 他往西走 对吧 所以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神说你往 亚树的尼尼威去 结果 他到他师 也就是现在的地中海的西岸 是西班牙的方向 所以的话呢 神说你要往东 我偏要往西 我们也会在约拿的生命当中 看他的这种桀骜不须 公开地跟神叫板 那我们也会看到先知以利亚 也很有特色 对吧 神已经显了神迹 让他在加密山上消灭了 巴黎的先知 可是 当他被追杀的时候 马上 他就要死要活 所以我想我们会在先知的生命当中 也看到了这种性情 但是这种性情是人的性情 可是我在新月当中 我们也会看到另外的癫狂 那种癫狂的话呢 是被福音的触摸 感动了心 以示于当他们去宣讲的时候 是带着这种激情 而这种激情 是我特别能够理解 陈潘 那我记得 我是在2012年 我第一次见到陈潘的时候 是在韩国 在汉城的大地教会 Wununi Church 这是一个有10万人的韩国的超级教会 那我记得我那年去的时候的话 应该是10月份 是他们的秋令会 在秋令会当中的话 他们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那我们也参加了他们的五天 的秋令会的这个重戴 那陈潘在大地教会 去讲道的时候的话呢 他是穿着一个衬衣 没有领带 也没有那个 也没有穿西装 然后他的翻译是韩国的金牧师 然后的话呢 因为韩国教会大教会 特别是特别壮重的 然后的话呢 穿着西装 打着领带 白衬衣 然后站在陈潘的边上 然后的话呢 这个翻译 这个金牧师也翻译得非常棒 虽然是韩国 我一个字听懂 但是的话呢 我能够看到陈潘 他的这种 他的这种热情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 就是陈潘有一个 有一个短视频 就是他就讲道 就是基督徒的奉献 这个短视频的话呢 很有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他讲奉献的时候 他就在讲台当中 他拿了一块鸡腿 哎呀 感谢主 谢班祷告 这是 这是一块鸡腿 大家可以去Google 这个陈潘的鸡腿的 那个奉献讲道 他说这是鸡腿 他说上帝啊 求助赐福这个鸡腿 让我吃了之后 保守我的身体 然后他就吃吃吃 说上帝啊 还有十分鸡 我准备奉献给你 他翻译了 他就一看 还有很多肉 再吃了两口 最后的话 只剩下骨头 上帝啊 这十分鸡我奉献给你 然后的话 他吃完讲完之后 他还讲 什么是真正的奉献 他的这种热情 他的这种 特别的癫狂 才让他写出 Crazy Love这本书 所以我想这是这样子 就是在《史书行传》当中 保罗被抓 然后的话 被引导到了 巡抚的 衙门里面 然后的话 就接受 这个 Agripa 亚基 这是那个 犹太的王和 菲斯多 也就是巡抚 他们的讯问 然后的话 你看看 保罗这样的分数 他之前有经文 大家可以自己看 就是《史书行传》第二十五章 那么的话 保罗这样分析一下 他的生命的经历 以及上帝 癫狂的爱 在他的生命当中 所产生的 颠覆的作用 菲斯多听完之后 菲斯多怎么说 大声说 保罗你癫狂了吧 你的学问太大 反教你癫狂 保罗说 菲斯多大言 我不是癫狂 我说的乃是 真实明白话 王爷晓得这些事 所以我向王放胆承认 所以你看看 在保罗的分数当中 他带出了一种情感 而这种情感 甚至影响到了 菲斯多的后面 那个菲斯多是怎么说的呢 你差点想让我身为基督徒啊 你看看 所以菲斯多很清楚地知道 保罗没有罪 对吧 保罗所分享到的是 神国度的真理 而且菲斯多 他作为一个多神论的 罗马的寻辅 他根本就不在乎 你们的神学的方式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看到了 提了好几次 请来看 几次癫狂 保罗你癫狂了吧 对吧 反教理癫狂 然后保罗说 我不是癫狂 然后今天的经文 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 而这个翻译 在英文当中的翻译 是一模一样的 好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也想 耶稣的服侍 所带来的这种影响 肯定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我们来看 第二下到第三十节 夹杂中间的 这个部分的经文 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是说 他是被鬼 就是别西部附着 又说 他是靠着鬼王赶鬼 耶稣叫他们来 用比喻带他们说 撒旦 怎能赶出撒旦呢 若一国自相纷争 那国就站立不住 若一家自相纷争 那家就站立不住 若撒旦自相攻打 纷争 他就站立不住 必要灭亡 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 抢夺他的家 必先捆住那壮士 才可以抢夺他的家 然后接下来 耶稣结尾 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 都可得赦免 凡 亵渎圣民的 却永不得赦免 那要担当永远的罪 这话 是因为他们说 他是被污鬼 负着的 所以在这些经文当中的话 在最后经文当中 他是被污鬼负着的 就回应了前面 因为他们说 他癫狂 有几方面的含义 一方面的话 就是前面我讲到的 耶稣的这种浮世的热情 第二种的话 在这种癫狂的这个里面 也含有一些负面的层面 所以这其中 就有一些亵渎的话 就前面我讲到 众人的回应当中 有三种不同的众人的回应 好 我们来看 这种亵渎是来自于文区的 因为是从耶罗撒旅 下来的文区 我们会想就是 我记得 我刚开始大学毕业工作的时候 我是做对外贸易 其中的话 我们有一当货 因为没有配额 结果这个货的话 扣在加大 但是的话 我们的运费 给到中原的运费 两年都没给 所以的话 就是当地的中原 就是广州中原 来找我们 然后后来的话 我就竭尽所能 不断的用各样的编造 各样的理由来去回避 付这笔运费 所以我想 人的诡诈可见一斑 然后最后的话 那个广州分公司 他就给我打电话 他说 我们北京总公司来人了 想见一下你 然后的话 一见面 他就给我介绍 这是我们北京总公司 法务部的某某人 然后的话来见我 然后的话呢 我也很不客气地跟他讲 我们的总公司 就在总政 然后的话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提醒一下 当他说 我是从北京总公司 来的人的时候 他想是带着一种 里面再不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就要 不客气地来去处理你们 所以我想在这里面 这个禁言里面 就是从耶路上 下来的文史 代表着什么 隐瞒着 加利利 乡村 小民 对不对 有什么判断力 对吧 那一样 当我们说 我们是从李红老师 实验室出来的论文 这不一样了吧 对不对 所以我想 这也是在经文当中的话 他想是表达一种 对于耶稣指责的权威性 但是耶稣的回答 请大家留意 他从来都不是靠着 直接的回答 来去回答 对他指责的问题 所以今天的经文也是一样 指责是什么呢 他是被别系不负着 他猜鬼用管鬼 这两个是平行词 平行的意思是一样的 然后的话 耶稣是在第23节 可以看你们圣经 耶稣叫他们来 叫谁来呢 从耶路上下来的文史 跟他们说 不是正面回答他们的问题 而是用比喻对他们说 你们明白和不明白 这是你们的事情 给大家看 回应是什么呢 指责是什么呢 文是说 他是被别系不负着 他是靠着鬼王赶鬼 好 这个别系不的话 是一个音译 这两个词实际上 这两个句子是一样的意思 也就是说 耶稣不是靠着神的能力去赶鬼 耶稣呢 是靠着鬼王的能力去赶鬼 也就是说 耶稣根本就赶不出鬼 他的意思就是 好 耶稣没有能力 耶稣不是神的儿子 耶稣也不是神 耶稣是那一个前阅酒 好 我们来看 就是别系不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的话 他是鬼王的别名 那他也是撒旦 也是抵挡神的 也是神国度 所要消灭 同时 也是耶稣在地上 服侍当中 最大的阻力 好 我们可以从这个经文 前面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会来看 请问鬼王 请问撒旦 他们会悔改吗 他们会归向上帝吗 答案是否定的 这为后面凡亵渎圣灵的 却永不得赦免 那要担当永远的罪 奠奠的基础 什么样的人 是可以得救的 所以我们也会说 哎呀 我们要向撒旦去传分音 我想 我们也太高看了我们的能力 我也记得跟大家说好几次 就是我们有一位牧师 他一脚就把撒旦踢倒了 我也想这个真是 我不知道你有几斤几两 你还可以踢倒撒旦 所以我想在这个经文当中 他也是提醒我们 我们不要轻轰撒旦的能力 谁才可以制服撒旦呢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他在提醒我 真正能够制服撒旦的 真正能够胜过罪和死亡的 只有那一位 耶稣基督 上帝的儿子 所以在今天这个经文当中 他实际上是把这样一个的指责 和神儿子那圣洁尊贵的身份 他进行了一个两极的绝对的对比 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对比当中 我们再回到开头给大家所讲到的 两套伦理构建的观念 这两套伦理构建的观念 这两者之间是南辕北辙的 我们不可能有一个本土化的基督教的信仰 不可能 我们只有一个天国的基督教信仰 不可能有一个适合美国的 适合俄罗斯的基督教信仰 不可能有 所以我想 这种冲突是难免的 这就是我讲文明的冲突 不可能靠着地上的妥协和条约来弥合 耶稣在后面 第31到第35节 他提出了真正的和解的平安的方案 好 请大家留意 第28节 这 耶稣的回应呢 前面是指责的对吧 他是被别系不负责的 靠着靠着鬼赶鬼 然后的话呢 耶稣在回应的时候 他说 什么样的是可以得赦免的 什么样的是永不得赦免的 他给了我们两条道 好 世人一切的罪和一些亵渎的话 都可得赦免 他指的是悔改而言 也就是 当他去传神的国的福音的时候 悔改的人 可以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赦免 甚至世人一切的罪 当我们说耶稣的能力 他能不能够赦免所有的人 也就是说 哎呀我犯罪了 哎呀 严老师犯罪了 丁老师犯罪了 我们都是被盯死的 好 但是耶稣是死了一个 好 我们现在来看 七十四亿人 那耶稣能不能死七十四亿次呢 所以我们有很多听众 会问这个问题 就是耶稣一个人死了 他能不能够偿服 世人一切的罪 圣经的经文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的 一切泄免的话 都可得赦免 也就是意味着 神学上的一个真理 也就是 耶稣救赎的能力 可以救赎 世上一切的罪人 可是 这救赎的功效 只对 回应和悔改的人 有效 我相信 我先我能讲清楚 所以我想这里面 就有两个层面 就是一个呢 耶稣盼望着我们悔改 再大的罪 只要是我们真心的悔改 相信 并且在后面 遵行神旨 那么我们必得 永远的赦免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的话呢 耶稣就用另外一个 很强烈的 这样的一个的比喻 结论 回应前面的比喻 凡亵渎圣灵的 却永不得赦免 乃是担当永远的罪 他相识指的是 如果你是完完全全 在撒旦那一边的 那么结果就是 承担永远的罪 永不得赦免 他相识指的是 我们这一生都不悔改 而且的话 明明显明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也不愿意接受 我们也不愿意承认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我们只能说 你生命当中的王 就是撒旦 而撒旦 是不会进到有可能国度的 也不是耶稣基督的家人 我们有两种人 属耶稣的家人 和不属耶稣基督的撒旦的家人 所以耶稣也借着这样的一个 极论 他是提醒我们 真正的家人 是在后面 被耶稣的救赎的恩典 和赦免的怜悯 所触摸的 才是神 永恒国度的家人 好 那中间的话 他就是一个 给我们讲到 就是用比喻给他们说 用比喻给他们说 这个比喻是什么呢 他说撒旦只能敢说 撒旦呢 若一国四乡纷争 那国就站立不住 若一江四乡纷争 那家就站立不住 若撒旦四乡攻打纷争 他就站立不住 必要灭亡 然后接着他说 第二十七节 他说 没有人能进撒族 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 必先捆住他壮士 才可以抢夺他的家 好 这里面的话 我稍微把它解释一下 这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了 就是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撒旦能不能敢说撒旦 好 我们再回到 国家 在一个国家里面 在撒旦国里面 请问撒旦国里面 撒旦能不能自我改良 请问 撒旦在他这个国家统治的时候 他能不能自我改良 答案是否定的 所以他说撒旦只能敢说撒旦呢 对不对 如果一国自相分争 那国家站进不住 好 撒旦在他国家统治的时候 他是不可能自我改良的 因为对付撒旦 是不可能基督教狠化的 敢做撒旦 只能靠耶稣基督的救恩 来神的国度 对于撒旦的国度进行征战 才可以消灭撒旦的统治 所以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给我们用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比喻 如果没有人子来撒旦 仍然是撒旦作王 所以的话他就讲得很清楚 在赶鬼的时候呢 肯定不是这个鬼自己 有鬼王把这个给赶走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什么样的人他可以赶鬼呢 只有拥有上帝全民的 才可以赶出撒旦 才可以消灭撒旦 才可以胜过罪和死亡 这是因素讲的第一个 但是我相信文士们并不能够听得明白 因为他是用比喻对他们说的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第二个 若一国自相纷争 那会占领不住 若一家自相纷争 那叫做占领不住 他也讲到另外一个 就是撒旦怎么可能 让他内部的统治 出现纷争 所以基于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个维稳是一定的 不可能让内部出现纷争 因为一国自相纷争 一家自相纷争 国也站不住 家也站不住 所以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 会很清楚地提醒我们 耶稣用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 别西部 鬼王是不可能赶鬼的 第二个 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家具 因为什么呢 你必须捆住他 你才能够去抢家具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耶稣的基欧恩 他是一方面对于群众 众人是宣传神的福音 神国度的真理 同时也借着赶鬼 这个赶鬼有很深的含义 一方面的话 是把魔鬼的撒旦的掌权 从这个人的生命当中赶出去 同时 旧的价值观去掉了 你得要给他树立起新的价值观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赶鬼呢 也意味着 既有身体上的 也有灵性上的 所以他必须把 壮士 也就是说 这个神的 本来是属于神的国 神的家的 但是他的撒旦掌权了 那么的话呢 先得把撒旦给赶出去 然后的话呢 重新给他树立起 神永恒国度的价值观 以至于这个家 这个国 才能够进到永恒的国度 光明的国度当中 所以我想这也是 耶稣借着比喻 来去 给这个众人 给文师 去跟他们分享 所以这里面也看到 看到了 前面我这里面的 A和B 这两点 中间这个比喻 它的一个总结 第一个就告诉我们 撒旦不可能自我改良 不可能改造撒旦 第二个 也借着这个壮士的比喻 也告诉我们 撒旦的国并不安全 因为什么呢 神的国 已经降临 也就意味着 撒旦的国 必将覆灭 第三个 三级的战士五节 请看 经文是这么说的 当下 这又有 时间地点 人物的 这个要素线 耶稣的母亲和弟兄 来站在外面 打发人去叫他 有许多人 在耶稣周围坐着 他们就告诉他 说 看哪 你母亲和你弟兄 在外面找你 三三节 耶稣回答说 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弟兄 就四面观看 那周围坐着的人 说 看哪 我的母亲 我的弟兄 最后一节 凡遵行神旨意的人 就是我的弟兄 姐妹和母亲 如果前面我们能够理解 那么到了这个 第一到三十五节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整个 就是马可在叙述的时候 他就有一个很清楚的 一个的逻辑线 告诉我们 开筒的时候是背景 他展现出 有两种不同的声音 耶稣的服饰 是传扶音 救人 但同时 我们也会看到 说他癫狂的人 诽谤的人 他是靠着鬼王赶鬼 他的服饰 是没有价值的 到了最后 我们也会看到 第三节到三十五节的时候 耶稣讲到 整个今天这段经营的结论 也就是真正的 耶稣的家人 到底是谁 然后中间的话 他就给我们形容 给我们描述了 福音救出的人是谁 以及永远在撒旦的里面 顺服撒旦的这些人 他们将来永远的成为 好 最后这个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有两个 跟前面是一样的 就是家人的关系 和耶稣的回应 同样 三十一节 三十二节 就是家人的关系 看哪 你母亲和你弟兄 在外面找你 正好就是 前面的 就是耶稣亲手听见 就出来要压住他 对吧 这是对应的 一头一尾 对应的 前面的话呢 耶稣的回答 是用比喻来回应文史 第三十三到三十五节的话呢 他就又提出了一个问题 请大家来看 就是 耶稣在第二十三节的时候 他用比喻来回应文史的时候 他的方式是什么 他说撒旦 怎能赶出撒旦呢 他在回应家人的关系的时候 他说 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弟兄 我想 这个辩论学 或者是辩道学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我们不是直接回答问题 而是提出一个挑战 让这个提问题的人 自己去思考 该如何的去回答问题 所以我想 我经常也会用问题来回答杨重的问题 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弟兄 因为人在问的时候 就是看了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面找你 什么意思呢 重点是在哪里 就是你在忙什么 对吧 你怎么样不关心自己 你要了解到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兄们 都在去找你 是想让你休息 他有很多背后的含义 但是耶稣回答 他突然问 谁是 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弟兄 然后这个回答 这个反问呢 就吸引了提问题的 以及周围众人的眼光和心思 让我们去认真地去听 耶稣是如何地去继续地去回答 他自己的问题 他说 看了我的母亲 我的弟兄 最后 耶稣在上十架的时候 十架七言当中 他对着 他所爱的门徒 使徒约翰 他说 看了我的母亲 什么意思 他像是很清楚地告诉约翰 他把他的母亲 要交度给他的门徒 同样 我们也可以从耶稣 他对他的弟兄 对他母亲的爱和关心当中 可以给我们也表达到 就是经历的道 耶稣不是一个 不是人间阴火 所以我们也会从 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 我们会看到 就是耶稣的伦理的观念 他是超越狭窄的家庭的观念 血缘的观念 所以在今天这段结尾的时候 结论的时候 耶稣他引向了我们神国度的伦理和价值观 我们强调 亲情 神强调国度 我们维护家人的身体 关心我们家人的健康的时候 耶稣更关心的是国度的扩展 同时也关心灵性的健康 所以我们也会在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 我们会看到这种强烈的对比 那么和我们现今这个时代当中 我们需要去留意 当我们为什么 作为基督徒 作为亲近婚人来讲 我们要强调圣经的无谬和无物 就在这个地方 就给我们看到 这两种价值观呢 就很重要的 这种冲突在哪里 我在回答 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我会特别的讲到 伦理学是一个分辨善和恶的学问 的应用学科 也就是 我们要追求善行 回避邪恶 那么谁能告诉我们善和恶呢 善也就是圣经的真理 他提醒我们 我们先有一个世界观的框架 然后在圣经伦理学的道德的这个里面 我们去构建 我们在地上生活的准则 所以我想这也是 我们的信仰 他有一个无谬无物的启示 在先 然后 在两千多年的教会实践当中 所构建的 这样一个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来影响我们如今的基督徒 在等待 耶稣基督 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我们如何的生活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的价值观 它是基于真理 好 那么我们传统的 我们讲到修起止评的 这样的一个伦理观呢 它实际上是 给我们看到家 家长 国 皇帝 这里面问题就来了 真理 谁决定真理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是上帝的启示 它是真理 那么的话呢 我们的传统家长 他告诉我们 家长就是真理 皇帝就是真理 所以我们就不会在我们的文化当中看到反省 因为什么呢 你一旦反省你的家长 反省你的皇帝 你就是大逆不道 违反了我们的伦理 按我们很清楚的 在过去我们的文明当中 缺少反省和反思 乃是我们 整个民族 整个过去的 糟糕的经历 和悲惨的历史 的真实的写照 所以我想 我也必须很坦诚的给 听众子们分享 我们需要 真正的反省 我们不是去颠覆 我们的家长 我们需要去提出 什么叫真理 在真理里面反省 才是真正的反省 当我们仅仅只是看 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 真正反省 我们仅仅只是 只是要了 在这个表面的 技术和工具 所以我想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耶稣说 看我的母亲 我的弟兄 他指出了 凡遵行这个真理的 赐予者旨意的人 才是真正的 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 所以我想 这一节的经文 他给我们的冲击 说实话 我认为 对于美国人来讲 对于华人来讲 应该对于华人的冲击 会更大一些 那我也很感恩 我今天本来也用 引用了 就是马太菲的经文 是早上 刚才 Ryan在 分享的时候 他也用了 马太菲的经文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 耶稣 从来没有说 让我们放弃 我们的家庭 耶稣 他是给了我们 一个更高的 神是真正的 我的家人 我的家庭 他把我们 整个的这个国度的视野 放在了一个 上帝家人的视野当中 来看 看哪 谁是 我的弟兄 姐妹和母亲 所以我想 这也是 我也盼望的 今天这段的经文 给我们 真的是能够去思想和反思 我们 的家庭 1949年之后 我们实际上是把修齐 制平 整个我们过去传统的伦理 我们把他摧毁了 因为摧毁的是 从淘汰的摧毁 本来 孔子 他是我们 道德的 凯末 可是 借着 砸回孔庙 打倒孔子 我们把这个 道德的 凯末 去摧毁 我们也 通过建立 破坏 我们的宗词 也让我们的家族 和亲戚 得以被摧毁 我们也通过 举报我们的母亲 举报我们的父亲 他们去现行反革命 我们也摧毁 我们的人文 我们也通过 不断的政治斗争 我们也破坏了 我们的政治伦理 我们也通过建立 追求 无论是白猫还是黑猫 只要都赚到钱 都是好猫 让我们经历起 金钱 固执 和欲望 成为我们的偶像 所以我想 我也在挑战 我们的父母们 我们也把我们的孩子 培养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的孩子 我的女儿 我的儿子 你是不是 教导你们的孩子 遵循上的职 所以我想 耶稣古都的家人 他也是很清楚地 去提醒我们 这种冲击和挑战 所带来的张力 我们还从耶稣 在他小的时候 12岁的时候 他的家人也找不到 跟今天的经文一样的 他们就 大发的去叫他 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兄 在外面找你 在路加福音也讲到 就是去找不着 就回耶路撒冷 去找他 耶稣是怎么说的呢 耶稣说 为什么找我呢 岂不是我应当 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他所说的话 他能不明白 这是在路加福音 所以我想 耶稣还很清楚地 给我们所看到 他的工作 注意在哪里 蓝牙主教 他有一段的 很好的评述 他就讲到 耶稣 在这段经文当中 他并不是亲事 亲情 而是他有一个 更高的准则 和使命 他正在执行 他说 我们的主 面对着一切男主 依然保持沉静 坚言 这一点很有意思 这些事情 没有一件能打动他 敌人的诽谤 和无稽朋友 好意的劝阻 都不能把他 从他的道路上 调转过来 他已经硬着脸面 好像坚实 面向十架和冠冕 他知道 他来到这世上 所做的功夫 是 所以 我们的父门们 你知不知道 你来到这世上 神赐给你孩子 你要把你的孩子 带到哪里 耶稣很清楚地知道 他来到世上 他在带着我们 一直奔向 那永恒的国度 所以我想 耶稣很清楚地知道 他的使命是什么 所以他说 看啊 我的母亲 我的弟兄 我们是不是真的 能够认识真理 并且愿意遵行 神的指 这段经文 我也盼望着 请大家看 这些细节 他说 看啊 Behold 前面的话呢 四面观看 那周围坐着的人 四面观看 周围坐着的人 用四面 三百六十度 对吧 我们的这个摄像机 的这个三脚架 可以三百六十度旋转 三百六十度 意味着什么样 平行面 无死角 神的救温 他的话语 临到了在这世上 所有的人 接下来 挑战就到了我们 回应也到了我们 凡 遵循神指引的人 我们是不是 凡 遵循神指引的人 好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我们又会看到 凡 遵循神指引的人 他这里面有隐含的 有几个地方 就是几种同的 不理解 反对 诽谤的 来自于耶稣 自己的亲人 是不理解的 还有反对的 和诽谤的什么呢 有在中教领袖 所以在这个地方 他也给了我们 一个挑战 你到底是 遵循撒旦的 或者是 不信神的 父母的话呢 还说圣经神的话 耶稣教导 真正的属严的关系 并不是来自于 血缘 而是来自于 辨识神的意志 和他的目的 顺服他的旨意 那么这个世界 终将会面临审判 但是神的子民 终将会在耶稣基督里 得到永恒的救赎 所以再次谈到 神与人的关系 决定了 人与神的关系 所以我们也会 从今天的正常经文当中 四面观看 周围坐着的人 包括哪些人呢 犹太 在犹太地生活的 非信徒 外邦人 也包括罗马人 所以这里面也是 包含着福音的信息 也就是宣教的信息 神的旨意 临到了世上 所有的人 当他们会愿意 遵循神旨意的时候 就是耶稣的弟兄 姐妹和母亲 那我记得 我们在2020年 乔治·弗洛伊德 这个事情之后 C.J.M. Mahoney 也就是主权恩典教会 我们亮着原来的主人牧师 他在分享 这个事件的时候 也用了 同样新的经文 给我们展现 我们怎么样去向 不同肤色的人 我们也是有色人种 黄种 黄种人 我们怎么样去向 有色人种 包括白人 我们怎么去一同的彰显出 不同的民族 我们都来自于亚当 都来自于神的创造 我们怎么样去能够 在天父旨意的里面 成为真正的 神国度的家人 所以我想今天这段新闻 新闻也是很好的 民族融合 我们讲到种族融合 或者我们讲到 就是如何的真正的 在这地上 能够带来平安的经文 好 在这里面的话 就有一些小节 就是 有几点 会给大家来应用 第一个 它给我们展现出 两套的价值观 个人的 家庭的 国度的 那么的话 我们的价值观 是应该 是先从神国度的 也就是从永恒的角度 来回看 我们心里的生活 所以的话 谁是我的家人 他给我们展现出了 这样的一个 在默示的框架下的 我们讲的人生观 那么的话 在这个过程当中 谁是真正的 耶稣的家人呢 相信和尊敬 然后我们是在 神永恒的话语当中 我们去得到 那赦免的安慰 他说 世人的一切罪 和一切切断的话 都可能赦免 这就是我们的安慰 我们相信 过去撒旦掌权 可是现在 我们是主 所开启的 这个永恒国度的子民 这就是我们的安慰 好 在这个安慰的这个里面 我们也会看到 我们也有很多 我们在国内 我们原来叫做童工 他在去年前年底的时候 领养了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是有父母的 这个孩子的父母是谁呢 是一个小三 生下的孩子 小三不愿意养 给到了生父 然后生父养到了 养一年之后 生父也不想养 把他送到了福利院 然后他们在福利院的这个里面 领养了这个孩子 我们也是同样 我们本来是被这个世界 所不待见的 我们也是孤独的 可是神爱我们 收养我们 进到永恒国度的家庭当中 成为神国度的子民 所以我们在经文当中 在旧一章当中 也有一段的安慰的经文 就是我父母离弃我 以和华碧收留我 因为我们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的家人 所以我想我们 这是我们在现实的当中 我们的身份的认同 我们也需要在这样的一个 真理的这个里面 我们去寻求上帝的安慰 第三个 他讲到耶稣 他是来挑战 现有当下的价值观的 耶稣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他并不是感觉到 我好像不爱我的母亲 也不爱我的弟兄 他从来没有这种羞适感 反而他是高深的宣告 看了我的母亲 我的弟兄 他是把这种血缘的关系 不断的在神国度当中 来扩展 让我们有一个 我们讲到 就是你们思维听到的人 你们也应当行 所以才会有今天 Ryan在分享 马太菲的经文的时候 我们真正所向往的是 用很冷博度 所以我们不是把我们的家庭 放在我们最优先的地位 而是把神的国度 放在最优先的地位 我们自然才会真正的爱 我们的家人 如果我们真正爱我们的孩子 是要把他引到上的面前 否则你就是在 孩子成长的人生道路当中 让他进入撒旦的国 而这是真正对这个孩子的伤害 所以我想 我们要相信 就是在真言当中 也提醒我们 就是我们的教主 当他说 当看那的时候 我们相信 他所应许我们的 第28节 请他来看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是在马可菲音当中 第一次出现 我实在告诉你们 在我们当中 我们还有菲音的朋友 他们不太明白 为什么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说阿门 阿门是什么意思 我想今天 我就给大家讲 阿门是什么意思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用另外的方式来表达 我阿门 阿门的告诉你们 这就是阿门的含义 阿门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上帝的旨意一定会成就 也就是实实在在的话 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 我实实在在的 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们 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都的话 都可得胜利 这就是我们的安慰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祈求的时候 当我们就会回答的时候 阿门 诚心所愿 是愿神的旨意成就 神的旨意也必定成就 所以我相信 就在箴言当中所说的 是因救赎主大有能力 他必向你为他们辩屈 一面流心领受迅惠 侧耳听从知识的言语 也就是圣经的启示 凡遵行神旨意的人 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 今天的新闻 说实话 是极为挑战 但是我也盼望着 我们在这种挑战当中 好好地去反思和反省 因为我们的文化 不允许挑战我们的家长 不允许挑战我们的皇帝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们明明看到家长做错了 我们明明看到皇帝做错了 可是 我们的伦理 让我们寸步难行 所以真正更新 是要让基督进到我们的国家 进到我们的生命 是要让这个永恒的国度 来颠覆撒旦的国度 求主怜悯我们 也让我们真正的去思想 遵行神旨意的人 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 神永恒的家 是耶稣基督真正的家人 我们一同一头祷告 我的主 我们的神 我们向你宣传感恩 我们也求主 借着今天你宝贵的话语 暂时地来帮助我们 我们也特别地为着 今天每一位听到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的心 被触动 我们相信这是圣灵 奇妙的恩典和作为 就求主怜悯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 是一家人 就正如在加太书三章的经文所说的 他说 因你们信耶稣基督 都是神的儿子 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 都是披带基督的 并不分希腊人 犹太人 四书的 维奴的 或男或女 因你们在耶稣基督里 都成为一了 我们盼望着 这是我们在永恒国度当中 给我们的应许 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是义 我们是永恒国度的家人 我们也是 那将来 要赐给我们永生的 国度的救助 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发动 我们也求主 赐福和大家经济会的 美味的弟兄姊妹 也愿我们的心 能够归向他 也愿我们 顺服 遵行他的旨意 因为这是一条蒙福的 因为这是一条赦免的道路 我们向主献上感恩 我们再次把荣耀 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 我们如此祈求 感恩 来是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Amen 咱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